2020年对于圈内顶流肖战可以说是很不友好了 先是2月底出现的AO3事件导致肖战成为全网口诛笔伐的对象 在沉寂了将近两个月左右 肖战演唱红歌红眉赞以及发行新歌光点在网络上反响不错 眼看着因AO3事件所带来的影响已经逐渐消失 各项事宜也逐渐步入正轨 可谁知道又来了一个教师应援事件 肖战及其团队可谓是苦不堪言了 即使是被大众热议也挡不住肖战的复工的之路啊 不过既然已经抵达录制现场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认真录制节目就好了额 可难就难在肖战作为顶流 走到哪里都不缺话题啊 在抵达三亚没多久 有网友爆料称肖战保镖打人在网络上引起吃瓜群众的热议 爆料者中指出在节目录制现场 路人车和肖战车碰头 保镖下车质问路人为何挡路 双方起了冲突 肖战的保镖就动手打人 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此消息一出无异于屏蔽起惊雷 本就处在风口浪尖上 肖战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无限放大 如今爆出保镖打人 如果消息属实 那这件事的性质就非常恶劣了 据了解 节目组也知道肖战的顶流属性 在录制节目的时候 保护的可以说是非常到位了 本来事业发展就比较坎坷 如今好不容易有了个新综艺 却又频频出事 怪只怪顶流的身份太过敏感 走到哪里都缺不了话题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别看肖战目前已经复工 但他的处境还不算乐观 他现在所接的很多资源 大都是在风波前接的 风波之后 他的商务影视 综艺掉了一部分 还有几个都是投资方利益方权衡利弊 才最终留下的 想要接触新资源 估计阻力不小 因为很多投资方 节目组都还对他处于观望状态 不过 他跟杨子合作的余生 最近有定档的迹象 希望届时能帮助肖战 改善一下当前的情况吧